所以的話 因為英雄外懸崩 懸崩 無名師成神啊 然後守護的地方 跟地獄是很有連結的嘛 但我就在想說 如果我是水流媽 我如果是一個水流師 然後離開我的故鄉 留在一個地方 然後有人把我收留 然後我的保護地方 那我會不會心裡面 我最想做的事 就是要回到我的故鄉 回到我土生土長的土地 回到我的家 我一直在想這一次 你自己來寫這個水流媽 好 那 頭頭有說 我不會去 說明秀民 那現在就要 就知道話 我頭頭有說很多 關於郭秉晴 明秀妹 他們兩個故事 郭文貴故事 那 其實我的觀點 我一直覺得 這些鬼故事 他打電了 他不是要 嚇你 不然要來逃走 就說 踩一下幾個狗 或者得到一種 獵奇 或恐懼的一個 呃 刺激 我覺得很多時候 他在 反應的悲傷 公平出來的悲傷 我覺得那是很 很魔幻寫詞的思考 我會覺得是思考 因為他是真的發生的事情 但他還真的看到 你可以說他是幻覺 可以用科學解釋說 他是腦部的幻覺 是一眼球 那些神經細胞 然後 冠線的折射 那你也可以用很熟的說法 所有地圖 然後所有其他的世界 可以感知到哪些東西 你可以 好像有什麼東西在那邊 但那個東西是 反正你就感覺到 那有可能是情緒 那有可能是 悲傷講得出來 就像我剛才講的 是 你學妹很悲傷 事實上沒辦法講 說不出來 老婆就說 他就看了 他就不用去了 他就快點回來 怕回來 我在MV裡面 說不到他有一個很美好的結局 就是 過了好幾年之後 兩個人都過世了 你學妹在2019年過世 他每一年都會回來台灣 那後來一去美國 每一年都要回來台灣 在 基隆 基隆那邊有滿個帆子 因為後來有一個 敵體 他從嘉義 欠帳到基隆 另外一天的公共園那邊 所以他那邊有滿帆子 他每一年都會後來敗一個禮器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長期的 一個愛情的連續 一個行動 我很 我很譬如這樣前任 一個個性的人 甚至不要說 女男性或女學 就是這樣的人 我跟妹子這樣的人 那我就在想說 會不會有好幾年之後 甚至就是我到了MVM的階段 他們兩個都已經過世了 都已經回到他們最初 他們兩個乾淨的思舍的樣子 然後MVM前幾個月經的時候 總得讓他們可以去度過 下一個生活的地方 但我在想說 如果MVM的故事之前 他會怎麼跟你們說 我想說他可能是 做對面 或是在 做明天生日 或是 拜拜或是親民的時候 更會去抓起來 然後我感心對 都已經說 我感到不想說